好,大家好,Baker Eshok 回到上次說拆解一件東西 這件東西跌了六下次就走點 而高清版跌了幾次是掉了一塊膠片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塊膠片問題 但我不知道聽誰說過 那塊膠片的膠水是有些問題的 第一版第二版好像說膠水是有一點問題的 但我沒有考究,但還是叫做跌到溶不到 你見我現在就拆解了 首先了解了結構之後 就可以明白到酒店之後會否有機會救得回 但也要考慮它,8多元的東西 其實就不太預期了 你都預期了它爛或者酒店 當然你不可以預期8多元的東西 當作一件真的東西 好,首先說一下它的燈 現在進入電 你看到它的燈馬上亮了 我發覺它是純粹一層塗層的東西 是點個孔來亮 因為之後我試過用螺絲筆刮一刮 我刮得脫掉的塗層 而另一個粒點是大了散了 不如當作一刮一刮 我已經預期了這件就沒有了 現在看到我的刮兩刮就刮大了一點點 它純粹就是這塊LED燈 塗了黑色塗層一點點 就變成有粒點出來的原因 這個之後左右就調校高底燈 這些就是電腦控制 後面的發射板 前樓左右就是這兩顆螺絲 一個是高底,一個是左右 前樓左右夾它的方式是這樣的 你看到它左右就是這兩條坑夾著發射片 左邊有彈簧頂著它 就讓它不要走 而右邊這個洞就有啞 就是這個上螺絲的位置就是 這個上螺絲的位置就是 將它移出移入 就是將它移出移入 就調校左和右 所以如果片是這樣左右夾著的話 其實它的走點走左右的機會是不大 因為其實它的左右頂頂得很糟糕的 至於上下 都是兩條蛋糕上面頂著它 我們是頂著它不要動 至於上面這顆螺絲 就是穿這個洞 就是我調校上下的 這裡唯一可以托來托著它的片 所以托向上就沒有問題的 但是下的就是靠中間這顆絕膠來絕著一塊板 所以如果走點 因為它常去動 所以應該都是走上多了 亦都是啦 我跌下一次它還是飛到上天空 所以它那時候的塊板就可能高了一點 那你就要調校到這塊的最高 就讓它的底部觸碰到一塊板 接著它的位置 調校最頂之後才再下來 就看看它中間的塊膠 有沒有辦法絕得到塊板 如果你說鑽不下來 而你又對自己的手工有信心 那你就好像這樣拆散它之外 這裡可能點一滴膠 讓它黏一黏一塊板 即是絕實塊板 讓它可以做上落 其次這個結構之外 好像譬如 這一件一樣 就脫了一塊片 那塊片 塞進去的角度也有機會有少許影響 譬如我現在把片放進去 那它有機會是 譬如前斜後 那快點也不正宗 所以如果只有片的話 那這裡 譬如你 最高最低 自己數個幾格 那譬如你20格的話 領回10格領個正宗 才再把片放進去 看看快點會不會有機會在中間的位置 那譬如我現在把片放進去 那譬如那個點也算正宗 那因為現在水平線看這塊鏡凹點在鏡頭裡面 其實都已經可以了 那所以這件高清版 其實我貼上膠水 進去一塊片就應該可以了 那所以如果你問我 譬如這個跌60次酒店 那這個就凹一塊片 那其實都可以用得上 其實這件的價值不值呢 那諷刺的東西 通常都是這時刻發生的 那因為這兩件我不斷扔 我就預料它懶了 那所以我就買了第三個的 那這個呢 我跌都沒有跌過 它就不知為何吃了燈 沒有點就變了 所以不斷掉那兩個 反而粒點還穿 而未跌的那個 粒點就穿得不穿 那這就是Wee說回它的結構 那至於你覺得值不值得玩 那百多元就見不見 那我自己的結果就是 跌60次酒店 跌幾次得片 跌得未跌過就不穿 那這就是我自己的結論 出錯了 出錯了 每次的酒業 都不能白費 是 有 有 都不能戻 這個 有